先动国小冠军太鼓队用鼓声来庆祝有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 连激动市议员张炳君也一起加入太鼓队练习打鼓兼庆祝 百年历史的先动国小活动中心因为常年漏水潮湿 导致木制舞台腐朽地板隆起 四周墙壁油漆剥落严重 一年前激动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到现场会刊积极争取下 要求市政府教育处补助失作 活动中心屋顶防漏工程 重新整修舞台区以及粉刷整理四周围的墙壁和窗台 已经整修完成 校方非常感谢张炳君的协助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那个张炳君一座这边 帮学校来争取资源 然后让学校这边原本可能比较残破的一个活动中心的一个设施设备的部分 都能够得到全面性的一个改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 其实小朋友光是踏进来这边的 在做一些练习活动或者是课程活动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那那个对小朋友来讲 其实真的是让他们有一个更舒适更友善的一个学习条件 来让他们在学习效果上面可以做一些提升 来去争取经费 希望来针对整个活动中心重新整顿 提供更优质的教学环境 给我们所有的先动国小的师生 那也很开心现在我们来到整个患难一新的先动国小的活动中心 大家看到木质地板已经修复完成 包含我们的油漆也重新粉霜 里门窗也重新的替换过了 那我相信这个的活动中心 可以让我们整个先动国小 整个的学生感受到我们有优质的环境 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来去认真地求学 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那今天其实也同时还有来去帮我们的先动国小太鼓队 来去加油打气 因为我知道他们前两年其实都是比赛第一名 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代表季同市出去比赛 那现在疫情比较趋缓了 那我们这边也是由衷的祝福 我们在11月的时候 我们先动国小可以再次拿到第一名 然后代表我们基隆市 来为我们基隆市争光 相较于一年前的木制舞台 腐朽变黑地板隆起 触目惊心的场景 对比整修完成崭新的活动中心 师生们可以安心安全练习打太鼓 以及做其他活动和运动 再随着疫情逐渐趋缓解封 先动国小冠军太鼓队 也将持续征战各项太鼓比赛 延续冠军的光荣 先动国小太鼓队 叫我第一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先动国小太鼓队 差鼓队 点声